嗨,大家好 又是香港廢人,大家看乖 廢話小說 廢話小說 來吧,拍一拍到外圍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其實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剛才拍過給大家看的 是一個很特別的窗法 其實這裡也算非常小 而且這裡我猜都廢了一段時間 剛才一開了一塊鐵板 最恐怖是 這塊鐵板裡面全部都是蟑螂 是外國那些蟑螂 不是香港那些蟑螂 多濕 就是這塊 這塊東西裡面一揭開 無骨悚然 帶大家在外圍走一圈 這裡的特色 大家現在看到 像是蝙蝠的 像是蝙蝠的 像是一個窗花 現在帶大家進去看看 好,一聲我們就 已經進來了 這裡 第二特色是什麼 除了冷泥 就是火爐 你不會在其他地方看到這些 這麼骨子的火爐 很歐綠色 相信這裡的裝修已經停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了 這個木雕真的不是說笑 非常漂亮 連這個火爐都很漂亮 大家記不記得 很多細節 來吧 這樣吧 繼續帶大家 上去看看究竟什麼情況 上面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 上面的情況呢 都是剛才帶大家看那個 天福槍兵 這樣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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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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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樣覺得值得大家看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天複形的 Window Frame 真是 挺特別的 今天天朗氣清 今天為大家介紹到這裏 希望大家都 找到一條 可以輕鬆一點的路線 還有小心一點 還有記得 訂閱我的Facebook IG Youtube 拜拜